一只可爱的小袋鼠探出了脑袋 他迫不及待的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但饲养员却说 他现在正面临潜在的危险 因为他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父亲 动不动就对妈妈拳打脚踢 其他袋鼠看到大熊都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只见他突然冲上妻子 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袋鼠妈妈为了保护孩子被打得伤痕累累 饲养员健壮赶紧出手 这才制止了这场家庭暴力 而大熊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 是因为妻子背叛了他 整天和年轻的袋鼠眉来眼去 大熊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趁饲养员不注意 再次对妻子发起进攻 甚至追着他进入房间 只要拼个你死我活 为了保护孩子 袋鼠妈妈只能苦苦支撑 可狠心的大熊竟然一脚踹到妻子肚子上 难道他又杀了自己的宝宝吗 饲养员又一次冲进去制止 这才没有造成悲剧的发生 惊魂未定的袋鼠妈妈 不停的舔食着自己的孩子 刚才那一脚着实太狠了 工作人员赶紧给他做检查 幸运的是小袋鼠并无大碍 甚至大熊被关起来的功夫 袋鼠妈妈把孩子放出去溜达 母子俩终于获得短暂的安全 大熊气得火冒三丈 发出了阵阵嘶吼 可这么一直关着也不是办法 工作人员决定给他一个下马威 他们找来一个老鹰玩具 准备用它来对付大熊 只要大熊对着妻子动手 饲养员就打开音箱 循环播放老鹰的叫声 与此同时 老鹰玩具从天而降 这招果然奏效 大熊被吓得四处逃窜 重复几次后 大熊的暴脾气收敛了不少 他发现只要欺负妻子 老鹰就会来找他麻烦 最终大熊不得不放弃复仇 选择原谅了妻子 关注我看更多有趣的故事